妈,我是来接雷霆回家的。我朝开门的丈母娘笑道,婷婷没回来啊。 丈母娘一脸莫名其妙,我紧张起来,昨天我和妻子吵架了,因为我想要个孩子,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上个月还完了房贷,算是真正的解脱了。 我要个孩子,可妻子的意思却是暂时不打算要孩子,这个孩子不仅仅是我想要,父母也早就盼望抱孙子了,可之前有房贷压力让我一直不敢有这个想法。 而昨天我跟妻子提出来的时候,她顿时变了脸色,你们男人就是把我们女人当成生育机器是吧? 我的子宫实不实用决定权在我身上? 这是妻子的原话,这句话让我很是恼火,不就是要个孩子吗? 谁结婚不想要孩子呢?我们发生了争吵,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妻子拖着行李箱离开了家,当时正在气头上的我也没有拦着,在今天早上冷静下来后,我有些后悔,感觉有些对不起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有房贷没车。 我说,可即便这样,妻子也选择嫁给我,而我却因为这件事和相爱了五年的妻子翻脸,我可能做得不对吧? 所以现在我来到丈母娘家,准备跟妻子道歉,然后把她接回来,可现在丈母娘却说妻子没回家。 那妻子去了哪里呢?妈,你给雷霆打个电话,就说我错了。 我对丈母娘说道,丈母娘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无奈地解释道,她把我手机微信全部拉黑了。 丈母娘摇了摇头,仿佛对我们两口子有些无奈,不过还是套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妈,喂,婷婷,你在哪儿呢?我在闺蜜家里,妈,卢妍来找你了。 雷霆在提到我的名字时声音还是带着一丝怨气,小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她跟你道歉了,回来吧。 妈,你是不知道她昨天为了要孩子,居然吼我? 我真没想到她是这种人,你说我不想要孩子,她还非要,一点都不尊重我。 雷霆越说越委屈,到后面带着一丝哭腔,我已经说过她了,你快回来吧。 丈母娘显然不想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只想快点让雷霆回家。 老婆,老婆,我错了,你回来我给你道歉。 这时我连忙说道,看我心情。 听到我的声音,雷霆直接就挂断了电话,丈母娘叹了口气,说道, 你说你,想要孩子跟她好好说吗,怎么还能把她气走呢? 我回想起,昨天好像确实太冲动了,带着歉意说道,妈,下次不会了。 我离开丈母娘家后,有些后悔。 我决定做些什么,我要给妻子准备一些东西,来证明我的歉意与诚意,来到武汉消费最高的商场。 我看着琳琅满目的衣服包包首饰,有些自卑,这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妻子也没有。 我忽然感觉有些对不起她,没有给她最好的生活,我下定决心,要买上一份她喜欢的礼物。 我来到珠宝掌柜前,在店员的介绍下,我挑选了一条价格居中的项链,虽然结账的是狠狠是肉疼, 可一想到这样,就能让妻子不那么生气,甚至还会被我打动,从而萌生想要孩子的想法。 我感觉一切都值了,我小心翼翼地拿着首饰盒,这一条项链就顶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就在我还想给妻子买些什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人影,我在一瞬间以为自己看错了,可那道身影实在是太熟悉了。 我看着走到商场门口,提着两个手提袋的身影,我感觉她和我的妻子好像,这怎么可能,她不是在闺蜜家吗? 大概是我看错了吧,我摇了摇头,将这些无关紧要的感觉甩出脑海,然后套出手机,给徐孟涵打了电话,徐孟涵是妻子最好的闺蜜,我和妻子就是在她的撮合下走到一起的。 喂,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头的徐孟涵有些疑惑,因为我和她是高中同学,可当我和妻子结婚后,为了避嫌我们有什么事都是妻子跟她联系的,雷霆在你那吗? 我问道,可她莫名其妙的语气,让我有些紧张,难道妻子不在她家里?不在,你们吵架了? 那她还能去哪? 我更疑惑了,因为如果说妻子想要在某个闺蜜家住一晚单身的徐孟涵,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其余朋友要么是结了婚,要么就是关系不算特别好。 不是吧?你是她老公,你问我。 昨天我们吵架了,她把我拉黑我找不到她,也不在娘家。 我解释道,行吧,我去问问。 谢谢。 电话那头的徐孟涵挂断了电话,我松了口气,因为徐孟涵和妻子是大学四年的社友,社交圈子大致相同,我不一定认识妻子的所有朋友,可她是一定认识的,妻子不知道在哪,这让很担心,也没有心情再继续买东西了。 我去车回家,我刚打掏出钥匙门,就从里面打开了,妻子开门后,静静地看着我,老婆。 再见到妻子后,我心里的不安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激动,她愿意回来了,代表她消气了。 我一把抱住她,妻子没有反应,既没有反抗,也没有抱住我,只是这么静静地站着,我知道她心里还有点不舒服, 我从袋子里拿出首饰盒,老婆,我错了,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特地给你买了条项链,你看看怎么样。 说着我打开了首饰盒,将里面的项链展示在她的眼前,在看见项链后,妻子冰冷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花了我五千多呢,来老婆,我给你戴上。 健壮我拿起项链,就准备给她戴上,可当我走到她身后的时候,妻子却转了个身,嗯,原谅你了。 听到这话,我松了口气,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不过妻子不生气就好,老婆,饿了吧,我去做饭。 我走到厨房,准备给妻子做一顿丰盛的午餐,就在我洗菜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擦了擦手,拿起手机,是徐梦涵发来的,问了一圈,都没不知道。 不行,你报警吧。 我回复道,她已经回家了,可我心里还是有些好奇,妻子昨晚究竟去哪里了呢? 在吃饭的时候,我给妻子夹了一筷子菜,老婆,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我担心死了。 妻子愣了一下,然后很快恢复正常,朋友家。 我的疑惑被放大,朋友,她还有朋友是徐梦涵不认识的吗? 为什么不回娘家,也不去闺蜜家呢? 女人一吵架,不都是回娘家,或者找闺蜜诉苦吗? 我甘笑一声,问道,哪个朋友了? 妻子皱着眉头说道,说了你也不认识。 这让我更加好奇,为什么一问她,昨晚去哪了,她的反应就这么奇怪呢? 还有今天我在商场看到的那道身影,究竟是不是妻子呢? 真的太像了,不过这些疑惑我也没有再问,因为我怕我问的话她生气, 如言,你真这么想要孩子。 在我沉默的时候,妻子问道,当然,之前不要是因为压力大,现在好了,我房贷还完了,工资还涨了。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如果老婆你不想要,那就暂时不要吧,我尊重你的意见。 我怕再吵起来,连忙补充道,那就生一个吧。 妻子的下一句话,让我欣喜若狂,老婆,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昨天我说了一样的话,她的答复却截然相反。 嗯,妻子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恩了一声,然后继续吃饭,我还沉浸在喜悦中,她愿意要孩子了。 我可以当爸爸了。 吃完饭后我抱住了妻子,我先去洗个澡。 妻子却正脱开了,然后跑到卫生间,我洗完碗的时候,妻子刚好走出来,妻子柔顺的长发搭落在胸前,丝绸睡袍遮掩得并不严实,白细的皮肤若隐若现,体香,混着沐浴露的味道,让我心愿意马。 此时我再也忍不住扑向妻子昏暗的房间内。 我看着熟睡的妻子,心中满是幸福,她愿意和我要孩子了。 可让我感到有些不理解的是,这才一晚上,为什么妻子的态度转变这么大?难道是丈母娘做工作了? 还是昨天她那个朋友劝她了,我不知道,不过心头的疑惑不减反增,因为现在是下午,妻子在我准备扒开她衣服的时候让我拉上窗帘,男人在兴头上什么都会答应,当时我没有在意。 可现在想起来却感觉奇怪,因为妻子以前哪怕在晚上都是开着灯的,而且妻子今天下午的状态很疲倦,在做完后就睡觉了。 难道她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吗? 我走出卧房来到阳台上,打开窗户点上一支烟,越想越觉得奇怪。 人对这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总会有求之欲,而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枕边人的时候更重。 不行,我得弄清楚,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回忆她不合理的地方,首先她吵架后没有回娘家,跟丈母娘说的是在闺蜜家。 可她能称之为闺蜜的无非是那些在大学四年有着同窗同住情谊的社友和少量同学,可这些人都是徐梦涵社交圈内一定会有的,可徐梦涵却说问了一圈也不知道她在哪儿,退一步讲,即便是真有。 而且那个朋友徐梦涵不认识,可最为关系最好的闺蜜打电话倾诉是一定会的吧,可徐梦涵却一直不知情,这很不合理,商场那道身影,我的感觉是很像。 就算我看错了那回到家中的不合理之处也很多,不管是在见到那条五千多项链表现出的情绪,还是我要给她戴上时候的转身,都有些不合理。 因为在以前,我给妻子买上一条上千的首饰,她都能开心一整天,可今天那个牌子的首饰,她不可能认不出是什么价位,可她的表现都只是一点喜悦,并没有太过激动。 昨天还极度反感伤孩子的她,今天就愿意答应了,是被我打动了,可那条项链没有让她很兴奋啊。 到底是为什么,香烟燃烧到了尽头,我掐灭后将烟蒂拿到厕所,准备冲走。 我站在厕所门口随手一扔,然后准备按下冲水,可没想到一不小心扔到了垃圾桶里,她很反感我在家里抽烟,上次被她发现了烟蒂后,数落了我半天,还威胁说我抽一支烟就三天不让我碰, 我蹲下身子准备从垃圾楼机捡出来,可当我蹲下的时候,却看到垃圾楼后面的角落有一块黑色布料,我用两根手指架起来,这是一条黑色蕾丝内裤。 在看清后,我感觉手上有些黏糊糊的,当我看清楚后,我愣住了,因为上面有种液体。 这种液体男人,再熟悉不过,上面的液体甚至都还没干,这明显是妻子刚才洗澡的时候换下来的。 妻子昨天晚上去了哪里,去了一个男人家里。 难怪徐梦涵问了一圈,都不知道他的踪迹,原来昨天他出去和男人鬼婚了。 我在想明白后,怒火中烧,内裤上的痕迹表面他和那个男人是无套的。 难怪跟我说想要孩子,原来是害怕怀孕了。 我的呼吸愈发急促,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我要给他戴戴项链的时候,他躲开了,为什么在今天他还要拉上窗帘,因为他身上有别的男人的痕迹。 为什么? 难道我不够爱他吗? 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和他相爱了五年,五年啊。 我一直都把他当成公主宠着,大学的时候,他半夜想吃烧烤,我从我们学校宿舍跑到外面跑五公里,淋着雨给他送了过去,他喜欢一件衣服,我知道以后仅一缩十半个月给他买,他想要什么,我都尽量满足。 哪怕在结婚后,我也依然宠着他让着他,跟我结婚后他不用工作,我每个月一半的工资都给他,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在外面吃着十块钱一份的盒饭,给他买的节日礼物,却从来没有少于一千的。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我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出轨,不想要我的孩子,却要别人的孩子,我想冲进房间,抓住他的头发质问他,可我忍住了,这样做的后果无非是离婚,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要报复他。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尽可能平静下来,首先我得有证据证明他出轨,这条内裤远远不够,我得让他出轨,然后拿到证据,曝光他。 我还得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刷了牙后,我回到卧室,我试探性地碰了妻子两下。 妻子没有反应,看来昨天晚上和那个男人真的很累,怕是一夜未眠。 我巧声来到床边,将手伸到床头柜上,拿走了他的手机,我不知道密码,甚至都没有碰过他的手机,而他却不时监察我的聊天记录,现在该轮到我了,不过却不是监察,而是搜集证据。 可我怎么也打不开,在尝试了他的生日,我的生日,我们结婚日期和恋爱纪念日都无果后,我放弃了。 而他根本没有设置指纹解锁和人脸识别,让我根本没有机会找到任何证据,还真是够小心的。 既然没有机会,那我就创造机会。 他想要让我养别人的孩子,如果没有怀孕,一定会继续。 可我无法判断下一次他们会在哪里,即使我创造出不在家的条件,以他们警惕的性子,他也未必会在我家。 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什么时候勾搭上的,那个男人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应该不会很早,因为雷霆的异常实在这两天开始的,如果说他早就勾搭上的话,我不可能没有察觉。 因为我上下班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而以往我每次回家,雷霆都在家中。 而这几天发生了什么,让雷霆认识了那个男人,初恋咖啡厅,徐梦涵穿着一件风衣,踩着高跟鞋朝我走来,怎么想起来找我了? 徐梦涵摘下墨镜坐了下来,我看着眼前的徐梦涵有些遗憾,因为徐梦涵是我高一的时候认识的,高一前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分班,大家都是各个学校来到高中校园,一个班上总有些熟人。 而我的同桌和他的同桌认识,他们经常换作为聊天,而这也给了我和徐梦涵相处的机会,那时候的他瓜子脸,脸蛋通红,纳得他还很青涩。 上课的时候我经常和他讲故事,我的初中人比较少,这导致我们一个班只有两个人我认识,在上课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能喋喋不休聊天的对象,他的到来让我很开心。 我讲,他听,阳光照在他的脸上,那一刻我心动了,那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女生,那时候早自习我经常一觉睡到上午第一节课,而他在知道了以后,每次吃完早饭都会给我带上一份。 我想,他也是对我有好感的吧,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表白,因为我害怕如果我的感觉是错的,那么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后来的高中三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直到大学偶然相遇,他告诉我他有男朋友了,我很失落,男人总会有那莫名其妙的占有欲,我开玩笑地跟他说,让他帮我介绍一个,结果他当真了,我和雷婷也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结婚我依然刻意地保持着和他的距离。 今天把他约出来,也并不是为了再续前缘,而是想知道雷婷认识哪些异性,我看着他成熟的脸发呆,不管你家雷婷了。 徐梦涵见我发呆,拿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我这才回过神来,平复心情后,我点了两杯咖啡。 问道,雷婷认识哪些男人,你知道吗? 徐梦涵皱了皱眉,你问这干嘛?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说,你怀疑雷婷。 徐梦涵看我一副不想开口的模样,问道,没想到他直接猜到了,我点了点头,徐梦涵咬着嘴唇,好像有些纠结,有什么证据吗? 过了半晨,徐梦涵问道,我摇了摇头,总不可能把那条内裤拿来当证据吧,而且,在我发现后,就把那条内裤放回原处了,我怕打草惊蛇,不过前天晚上他离家出走,没有回娘家,也没有去你家,回来后就很奇怪。 我看他为难的模样解释道,对不起,徐梦涵的道歉,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徐梦涵继续说道,这是,我有责任。 什么意思?我更不理解了,什么叫他也有责任,雷霵有一个初恋,叫敏锋。 徐梦涵端起咖啡抿了一口,然后说道,大二的时候,敏锋出国留学,和雷霵分手了。 雷霵那天晚上哭了一整晚,后来我看他太伤心了,我刚好碰到了你,就撮合你们在一起。 前几天,我们戏的聚会上我碰到了敏锋,我跟雷霵提了一下,没想到他们竟然,徐梦涵低着头不敢看我,原来是这样。 我强扯出笑容,没事,也不怪你。 我没想到,他这是样的,对不起。 徐梦涵不告诉雷霵,雷霵就不会知道吗? 当雷霵知道那个男人回来后就联系上了,这么看来,出轨也是世间问题,想想怎么办吧? 我没有责怪徐梦涵。 嗯,徐梦涵点了点头,我想抓住他出轨的证据。 我帮你,你想怎么做? 或许是自责徐梦涵果断站在了我这边,你知道那个男人住在哪里吗? 知道。 老婆,我这两天得出差,你在家照顾好自己。 我将整理好的衣服,放进行李箱中,朝妻子说道,怎么突然要出差? 妻子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因为我在公司两年,几乎没有出差,每次有出差的活都被我推了。 这次我说要出差的确有些不合理。 可除了这样,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有不在家的条件。 哦,公司在襄阳,那边搞了个分公司,我去考察一下。 我随口胡周了一个借口,那你过段时间不会调走吧。 妻子问道,这是希望我被调到外地吗? 好给你们制造条件是吧? 不会,分公司那边有人了。 我当然不会说会调走。 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会让这对狗男女珍惜我不在的这两天呢? 在出门前,我还躲在厕所试了一下昨天安在家里的针孔摄像头,虽然这对狗男女不一定会在我家。 可防患于未然,多准备一手,总是没错的。 在离开家,之前我趁着雷霆不注意,把从网上买的微型窃听器装在了他的包底。 我开着车离开了小区,特地绕了一圈,然后把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在等了两个小时后,徐梦涵发来消息,敏锋出门了。 我知道,雷霆也要出门了。 果然,五分钟后,雷霆走到了小区门口,好像在等什么人。 过了十分钟,雷霆上了一台大剧。 那台大剧就是我在商场看见的那一辆。 果然,那天在商场的女人就是她,我连忙开车跟上。 他们来到了上次的商场,挽住手,看起来比我更像夫妻。 我不知道雷霆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男人, 可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这个男人更有钱,都不能背叛我。 她不爱我,爱着别人,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 她对敏锋还有爱,还要接受我嫁给我。 为什么?我只是填补敏锋空缺的那个人吗?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看着雷霆脸上幸福的笑容, 我有种冲上去,把这对狗男女狠狠揍一顿的冲动, 可我还是忍住了,都忍了三天,这算什么呢? 赶紧抓到证据,让这个贱人净身出户,让他的脸丢光。 留学生,这就是他的道德吗? 插租别人的家庭,就在我愤愤不平的时候, 这对狗男女挽住手走向了停车场, 我赶紧跟上,看起来他们要准备狗盒了。 我打开手机上的窃听器,手机里传来这对狗男女的声音, 亲爱的,待会儿去哪儿? 亲爱的,雷霆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我。 去你家? 男人试探性地问道,我有些期待,去我家。 快去。 如果去我家,那就省事多了, 我准备的摄像头,绝对能把这两个贱人出轨给拍倒。 可雷霆的话,让我有些失望,不去,你家的床大一些。 我家可不止床大哦。 狗男女。 我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差点和一辆车撞上, 我关掉了窃听器,我怕我再听下去, 会控制不住一脚油门撞上他的车。 宁峰开车来到一家规格不低的酒店, 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也跟着进去了。 他们坐电梯,不知道到了哪一层, 我不敢跟进电梯,我怕被认出来, 一旦被认出来,那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候徐梦涵打电话过来,他们到哪了? 傲星酒店。 行,我马上到。 现在我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进去拍到证据。 五分钟后,徐梦涵来了,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徐梦涵看着我站在酒店大厅问道, 此时我依然没有头绪, 不知道该怎么拿到证据, 不耐烦地说道, 那我能在哪儿? 你打电话了吗? 徐梦涵以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 打电话干什么? 我被他的眼神搞得有些莫名其妙, 打电话,打电话给谁, 现在不应该是想办法闯进去拍证据吗? 打电话报警啊! 徐梦涵白了我一眼, 警察也不抓出鬼啊! 你再打电话给他的家人不就行了? 我恍然大悟, 立马拿出手机打起电话, 喂, 你好报警, 傲星酒店有人卖淫嫖娼, 喂, 妈, 雷霆要自杀, 在傲星酒店您赶紧过来吧, 我又一个电话打给了丈母娘,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雷霆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在打完电话后我看向身旁的徐梦涵, 你好像对雷霆没什么好感, 徐梦涵摇了摇头, 说道, 我是对出轨没有好感, 高三的时候, 李海迪向我表白了, 我同意了, 后来发现他脚踏两只船, 大一的时候, 我又谈恋爱了, 他也骗我, 我那时候打电话报警, 然后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 第二天他在学校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徐梦涵的语气越来越冷, 我有些心疼, 当初我没有选择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我感觉他太单纯了, 而一个单纯的女生很容易被别人影响, 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种过去, 难怪他在知道雷霆出轨后站在了我这边, 也难怪他在大学以后一直是单身, 原来他也经历过背叛, 我忽然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谁报的警,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朝我们问道, 大厅内除了酒店的工作人员, 也就只有我们俩了, 我, 警察同志, 在告诉警察那对狗男女的姓名后, 警察走到前台询问, 而在这时候, 雷霆的母亲也来了, 雷霆呢? 看着眼前的丈母娘, 我心里有些不忍, 她人还是不错的, 在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为难我, 可电话都已经打了人也过来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妈, 警察去了,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喊她妈了, 雷霆母亲连忙跟在警察后面, 而我也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不知道这么做事对是错, 起码对她母亲而言是种伤害, 可这是事实, 真相总是残酷的, 就好像我刚知道雷霆出轨的时候, 也是心如刀脚一样, 开门, 扫黄 两位民警敲门, 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了, 穿着浴袍敏峰开的门, 而里面传来哗啦啦的水声说明雷霆在洗澡, 两位民警走了进去, 雷霆母亲, 我还有徐梦涵也跟着进去了, 穿好衣服, 出来, 民警朝着淋浴间喊道, 敏峰看见除了民警, 还有其余的人之后, 脸色变了, 警察同志会不会搞错了, 我们认识, 怎么可能是那种交易呢? 敏峰朝民警笑道, 民警没有搭理他, 不一会儿雷霆裹着一条浴巾走了出来, 妈, 您怎么来了? 雷霆母亲的脸色骤变, 她明白了, 雷霆根本不是自杀, 而是出轨, 雷霆, 你怎么这么不守父道,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 雷霆母亲朝着雷霆的脸, 就是一巴掌扇了上去, 雷霆被打后低着头, 大妈, 您冷静一点, 一名民警将雷霆母亲拦住送出了房间, 警察同志, 你扫黄要拿出证据, 就在这时候, 闽峰说道, 少废话, 身份证拿出来, 闽峰和雷霆老老实实地拿出了身份证, 雷霆抬头拿身份证的时候, 看见我和徐梦涵满脸的不可思议, 民警在检查过身份证后, 朝闽峰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雷霆, 另一名民警朝雷霆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闽峰 在确认过姓名后, 民警要求二人把手机拿出来, 你这可真够有钱的。 在查完聊天记录后, 民警看了闽峰一眼说道, 警察同志, 我们真不是卖淫嫖娼。 闽峰继续解释道, 确实也不像, 你这转账都赚了十万。 民警说道, 警察同志, 没事了吧。 闽峰松了一口气, 而一直没有说话的徐梦涵说道, 的确不是卖淫嫖娼, 是婚外情。 民警文言继续翻起了聊天记录, 徐梦涵, 你为什么要害我? 雷霆咬牙切齿地问道, 你自己做得出这种事情, 还怕被抓? 看着这对狗男女, 我气不打一出来, 恨不得一巴掌扇在他们脸上, 我已经做错两次了, 我不能再错第三次。 徐梦涵叹了口气, 我知道徐梦涵的错了两次是什么意思, 一次是撮合我和雷霆在一起, 第二次是告诉了雷霆闽锋回国的消息,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大的离谱, 徐梦涵在间接让我被绿之后都内疚自责, 可反观雷霆这个给我戴帽子的女人, 却没有一丝悔过的意思, 你知道我爱敏锋, 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和他在一起? 雷霆歇斯底里地问道, 他逼你了吗? 你可以拒绝我, 可你为什么还要接受我呢? 可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呢? 为什么你嫁给我之后, 还要跟他纠缠不清, 给我戴绿帽子呢? 我被雷霆的这句话给刺激到了, 敏锋和他相恋一年, 而我陪了他五年, 可他最终选择了敏锋, 我相信没有哪个男人可以接受这种结果, 嫁给你。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我嫁给你只是因为你想娶我, 而我恰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敏锋回来了, 我选择他有错吗? 我爱他, 而他也比你优秀, 我为什么不选择他? 雷霆继续嘶吼道, 看到雷霆把出轨说得这么有理有据, 我感到恶心, 这个女人原来是这样的。 我爱了他五年, 他却从没有爱过我, 一时间我心如死灰, 你可以选择别人, 但请你和他离婚再去。 你这种女人, 为什么除了鬼,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简直丢我们女人的脸。 徐梦涵沉声喝道,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知道敏锋回来了? 要不是你我怎么有机会给他戴绿帽子? 雷霆冷笑一声, 朝徐梦涵质问, 徐梦涵好像被戳到了痛处, 神色黯然了下来, 对不起。 没关系,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个举动让雷霆立马反唇相击, 还说我出轨。 你们怕事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离婚吧, 你净身出户。 我没有理会雷霆的污蔑, 说道, 离婚就离婚。 敏锋不比你好, 雷霆一脸不在乎, 在他看来, 哪怕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 反正敏锋会娶他, 你真的以为他会娶你吗? 这是徐梦涵玩味地朝雷霆说道。 当然, 雷霆一脸自信答道, 真的吗? 要不你问问他。 徐梦涵继续说道。 雷霆被徐梦涵的话说得有些不自信, 转头朝敏锋问道, 亲爱的, 你会娶我的对吗? 敏锋叹了口气低着头, 没有说话。 敏锋, 你说过你会娶我的。 敏锋的沉默让雷霆激动起来, 敏锋可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只要敏锋愿意娶她, 那么他在今天失去的尊严和家庭就都不重要了。 只要敏锋愿意娶她, 她不仅不会有事, 还会直接变成父太太。 可这一切都在敏锋的沉默中越来越虚无, 哪个男人会娶一个出轨的女人呢? 徐梦涵插着手, 有些怜悯地摇了摇头。 是啊, 现在雷霆能背叛我, 以后说不定就会背叛敏锋, 你说话啊, 你哑巴了, 说你会娶我。 雷霆不住地拍打着敏锋, 哈哈哈哈, 敏锋抬起头笑了笑, 这个笑容让雷霆紧张了起来, 因为下一句话很可能就关乎她下半生命运。 她说的对, 我只是跟你玩玩, 看看当年的女大学生, 现在的少妇是个什么滋味。 敏锋继续笑道, 娶你, 娶你这种女人, 我爸怕是要把我的腿打瘸。 雷霆一下瘫坐在地上, 她心中最后那一丝希望破灭了。 嫁入豪门成为父太太, 没希望了, 甚至连一个爱她的丈夫她都失去了, 你也别得意, 我全程录音了。 看着眼前这个给我戴帽子的男人, 笑得这么放肆我说道, 敏锋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她父亲在武汉, 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刚留学回来, 准备在她父亲的公司大展宏图, 可这段录音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她的上线。 你们都跟我走一趟。 这时警察也通过聊天记录发现了异常, 我们全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外, 我和徐梦涵一起走了出来。 而站在门口的那个老妇人, 让我很意外, 对不起, 是我没管叫好我女儿。 雷霆母亲在看见我出来后, 走到我身边一脸歉意, 不管你是, 是她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叫了两年妈的前丈母娘, 快步和徐梦涵走出了派出所, 对不起。 徐梦涵再次道歉, 这是你第二十三次道歉了。 我感到有些好笑,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真的。 徐梦涵看着我的眼睛, 诚恳地说道, 那你呢? 我浅笑看着他, 我。 你是那样的人吗? 不是。 徐梦涵摇了摇头, 那, 你能嫁给我吗? 我犹豫了片刻, 将当年没有勇气说出的告白说了出来, 徐梦涵没有说话, 只是拉着我的手, 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徐梦涵摇头。